現在是半夜三點 就突然很想 很想吃那個 牛丼 然後就選了這個20小時的製作家 因為疫情的關係已經兩年 超過兩年沒有去日本 然後我就 也是會很懷念那邊的 東西啦 雖然說台灣這邊 今天 的版本不見得會跟日本一樣好吃啦 但是總比沒有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那我今天買的是中晚的 再加一個 糖洋雞 80塊 好那這一頓我不知道是宵夜還是晚餐 無所謂 來先來看他們的東西 來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蔥 蔥玉 丼飯 然後它那個蛋 是另外 蛋是另外附的 然後這個蛋 好像是雙的 好那這個是 糖洋雞 基本上他們出傳的速度也是算蠻快的啦 好 來這個 這個是8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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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今天這樣160 好那我們現在來吃這個 製作家的牛丼 我剛剛很瞎的是那個 去到現場發現那個 那個小三軸沒有記憶卡 嘿嘿 所以就沒有拍電門口 好那看這個 這個是 半熟蛋 這也不是半熟蛋 是一個溫泉蛋 我們在日本的話 就是 會直接卡一個生蛋下去 那這邊我不知道它是因為外帶的關係 所以是給 給這樣一個 就是那一種溫泉蛋 那基本上這種東西 當然是要看 流出來啦 等我一下 這個蛋 放在三個 流出來 我出來才過癮啦 那相信 斯多家這個店應該 大家很多人都熟悉啦 因為它 畢竟它進來台灣也 一段時間 原來它是不是跟分兩層 放在下面 這是扭動了 來 看到 一般都是那麼煮 沒有五花啦 沒有五花 而且這是中 這是中碗的 它好像有 三到四種Size 四到五種 四種Size的樣子 好像五種 對 那這個是中的 而且說真的啦 半夜的話可以吃到這樣 等於是現煮的 算還不錯 然後這個 這個像這種 這種東 這種東飯我在日本就是 到東京就是吃雙物的 是多家倒是一家 沒有再去 那個 要瞎 就一個端子的小魚了 然後另外 還有 點 單點她的彈簣證 就普通啊还可以 OK OK